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搭车来想着去覆诊 接着走去搭马铁 一上去 他们人在拆一些东西 打烂一些东西 我就问他干什么 他接着就找个锤子搭我 搭一搭 他去他就走 我就追着他 追到另外一边的桥 他就无端的碾着了我 原本一次正常的覆诊 但就遇上一生最严重的伤害 李伯在马鞍山被人林意然液体 身体和双手严重烧伤 留院半年要接受直皮手术 又痛又痕又辛苦 常常睡不到 很容易扎醒 很害怕 总之人家说大声点就害怕 事后李伯也丧失工作能力 还对日常生活带来不变 你现在拿的东西 手脚都不太灵活 走日走慢了 你整天只脚自己击自己 动作会差很远 反修例事件期间 发生一宗又一宗 俗称私了的袭击事件 受害者包括有他 当天我路径铜楼环 就看到那些暴徒 就在那儿打烂一些店铺 倒乱 那我就很生气 然后我就骂他们 谁知道他们一群十多二十人 就冲过来围吐我 就投破血流 完了二十多针 那些傘再插入一些 这会大动物 会流血不止 医生也说我差点死 律师陈子谦 除了身体严重受伤 事后还遭到起底 网络欺凌 更加担心家人的安全 一直都怕有几天 后来香港国安法实施 令李伯和陈子谦 所经历的恐怖情况不再发生 市民也不用再担惊受怕 心就定了 因为觉得国家中有法律 可以制裁这些暴徒